华为老总任正非的创业支出 负债200万元 但她努力东山再起 到今为止 鲜少有人提起 站在她背后的神秘女子是谁 她叫姚玲 是任正非的第二任妻子 长相普通的姚玲 为什么能成为华为老总任正非背后的女人 华为一直都在冬天里艰难求生 这背后是数十万人的坚守与死科 华为成立33年来 经历过无数次断壁求生 而几乎每一次都离不开一个女人的谋划和拍板 这个女人就是孙亚芳 她被尊称为华为女皇 是任正非的最强搭档 可以说姚玲和孙亚芳 都是任正非和华为身后的贵人 他们让世界认识了华为 长相普通的姚玲 为什么能成为华为老总任正非背后的女人 生活是一张洁白的画纸 我们每个人都描绘着自己的色彩 生活是一杯香醇的美酒 我们每个人都品尝着自己的味道 生活是漫漫长路 我们每个人都是路上的远行者 姚玲的上位史 从有力助手到富豪的妻子 她是任正非背后的女性 华为老总任正非的创业之路 相信大家都不知道 起初她负债200万元 但她努力东山再起 到今为止 网友们对这个过去感兴趣 有时会讨论几句话 但却鲜少有人提起 站在她背后的神秘女子 当时任正非事业跌落谷底 200万巨额债务 打工的话 一辈子不吃也不喝 还不清楚 为了不拖累妻子和孩子 她和第一任妻子孟军离婚 自己一个人破釜沉舟 开始创业 创业的道路哪里那么容易走 华为刚开始的时候 不是做手机 而是他们几十个员工挤进破厂 不犯法 什么工作都接受 而任正非也和所有员工一样 吃住都在场里解决 当时的任正非 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私情 但是 命运的齿轮静静地旋转 有些人命中注定会相遇 姚玲大学一毕业 就进入华为 成为任正非的秘书 他们俩的恋爱 是小说中霸道社长爱上我的古典剧本 妥当的偶像剧照进入现实 姚玲的样貌并不是很出众 甚至可以用普通来形容 但要貌上的普通 不代表它就是平反的 作为任正非的秘书 姚玲工作能力很是出色 平时任正非布置给她的大大小小的任务 她都能完成的滴水不漏 在工作之余 姚玲也很关心任正非的身体状况 会体贴地照顾她 任正非本来就抱着不成功 就成人的想法和前妻梦君离婚 一起创业 姚玲是温柔体贴的小女性 她让任正非一直坚强的心 一点一点的变软了 姚玲比任正非小三十岁 两人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验也完全不同 恋爱来临时 这些有什么重要的 任正非义无反顾的和姚玲作证 姚玲和任正非前妻梦君的关系也很好 任正非接受采访时 多次提到她的两个妻子关系很好 她和姚玲的结婚证明书也是梦君帮忙的 婚后姚玲的重心渐渐从工作上转移到了家庭里 特别是生下女儿姚安娜之后 工作上细心周到的姚玲 经营家庭也是好手 她把家里的一切小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任正非不用担心工作 之后 任正非之所以能把华为做得那么大 其中姚玲的功劳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女儿的教育 姚玲更是上心 姚安娜在艺术方面很有天赋 姚玲就给她报了钢琴课 舞蹈课 当然她也没有忽略掉姚安娜的学业 姚安娜17岁的时候 就以入学考试满分的成绩 被哈佛大学录取 正因为有这样优秀的历史 姚安娜才能参加2018年 只能参加顶级名人的 克力公巴黎名人舞会 此外 姚安娜还在舞会上 和比利时王子跳了开场舞 姚玲在任正非事业繁忙的时候 照顾家庭 培养了17岁 就考上哈佛的女儿 被称为合格的贤内主 两个人现在分手了 但以前的感情是真的 任正非的成功 也离不开这背后的女人 接着说说华为女皇孙亚芳 还有她的叱咤人生 孙亚芳比任正非小11岁 都是贵州老乡 但两个人起初并不认识 1987年 任正非在深圳农港 筹资2万块成立一个小公司 而那时的孙亚芳 正在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 当工程师 工作安稳 熟捧铁饭碗 任正非创业初期很困难 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孙亚芳 并且 在孙亚芳的帮助下 任正非筹到一笔资金 好不容易度过了当时的难关 打过一次交道后 孙亚芳了解到华为的运行模式 觉得很有前景 慎重考虑后 她摔碎铁饭碗 辞掉北京的工作 南下深圳 加入华为 彼时是1992年 孙亚芳37岁 一个中年女人 放弃北京的优厚待遇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营小企业 这份勇气和胆识注定了孙亚芳不是普通的女人 而且 孙亚芳毕业于当时八所国防工业院校之一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毕业之初 孙亚芳分配到国营无线电厂当技术员 第二年就调到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做老师 两年后 升到北京的一家研究所 短短三年完成三次月签再到加入华为 足以说明孙亚芳是个喜欢不断挑战的人 很快 孙亚芳的主建和果断也在华为得到印证 初期的华为为了拓展市场大多都是奢销 这导致公司常常自经紧张 最严重的时候 员工几个月都没有发工资 到处充斥着不满和埋怨 某一天收到50万元货款 管理层为这笔钱应该先做什么产生了争执 有人觉得应该先付给供应商 否则供应不足 有人觉得应先投入生产 任正非也拿不定主意 关键时刻 孙亚芳建议应该先给员工发工资 供应商可以再找 要是员工都走掉 公司就真完了 一番话 让任正非暗暗对这个看似文弱的女人 产生了敬佩感 当这笔钱给员工发工资后 果然士气大涨 研发进展也有了新的突破 这一次 孙亚芳的和风细语 善解人意 给华为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小胜靠智 大胜在德 这是孙亚芳在一次内部的干部会议闭幕式上提到的 无论是德还是智 在孙亚芳这里可都可以理解为 对企业的忠诚 对追随者的真心 2003年左右 任正非压力特别大 全球TI产业泡沫破灭 华为第一次出现收入下滑 大家的信心瞬间跌至冰点 同时 思科电子指控华为盗用思科的部分源代码 思科副总裁还专程来中国 要求华为立即停止销售 并赔偿 更重要的是 思科出巨资 肆意抹黑华为 要置华为于死地 质押的任正非 几乎喘不过气来 徘徊在抑郁症的边缘 为了排解心中的痛苦 任正非就经常给孙亚芳打电话 一方面因为他女性独有的细腻温婉 另一方面也因为孙亚芳比一般人更懂任正非 在孙亚芳的建议下 华为采取迂回战术对抗思科 跟思科的对手合作 批任最厉害的律师事务所 邀请他们来华为的工厂参观 参观以后 律师们被华为的研发实力震撼到了 他们相信华为一定是清白的 给到反击的唯一方式 告思科垄断 孙亚芳很快采用这个建议 同时借用网络造势 打出华为是民族企业的感情牌 僵持一年多以后 思科私下主动找华为求和 最终达成和解 对外这一战虽然胜利了 但内部的种种纠葛 依然让任正非压力重重 好在 不管什么时候 孙亚芳都坚定站在任正非的后面 任正非母亲出车祸的时候 任正非正在伊朗出差 得知消息后 他心急如焚 但转机飞回来至少需要十几个小时 第一时间 是孙亚芳赶去照看 可以说 任正非的许多重要事情 都离不开孙亚芳的陪伴 有一年 任正非癌症需要做手术 但不敢走漏风声 害怕传出去 对各方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事就只有孙亚芳一个人知道 通过他的安排 任正非从飞机上一下来 就直接到医院 做完手术后 整个病房冷冷清清的 连一束花都没有 病床前 也唯有孙亚芳静静地陪着 孙亚芳曾说 不像普通员工生病 至少还有人来看望 有一束鲜花 任总就一个人 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 做事业 历来需要付出 需要牺牲 任正非这种拼尽全力的投入 无形中也影响着孙亚芳 孙亚芳二十多岁时 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后 此后再没有结婚 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华为 在华为内部 流传最广的一个词叫 左飞右方 简简单单四个字 直观明确地概括出 孙亚芳在华为的地位 和员工心中的分量 在华为人的往来邮件上 所有领导都要出现全名 只有任正非和孙亚芳 才能被称为任总 孙总 被称为孙总的孙亚芳 那时身为华为董事长 自然也有严厉的一面 曾经 有下属拿一份资料给孙亚芳看 他问某部长是否看过 对方回答 应该看过了 孙亚芳立即非常严肃地说 不能是应该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几乎所有华为人都知道 如果忘记在展会上打领带 被孙亚芳看见的话 铁定IP 个人形象就代表华为形象 一领带都不打 公司还要不要混 只长着千亿企业 做到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孙亚芳的压力特别大 他的严厉背后 何尝不是一番苦心 和对企业的热爱 就像任正非说的那句话 要敢想敢做 要勇于走向孤独 不留俗 不平庸 这也有时候 松开 松开 松开